美国网红米卡夫妇收养了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小男孩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 为何会引起公众谴责呢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多年来 妮卡斯托弗一直在一个收费的社交媒体频道上 分享她收养的儿子哈克斯里的生活细节 在2017年正式收养这名中国男孩之前 妮卡就在她的频道上把她的故事作为一个重要主题 让这个频道的人气暴涨 并为她得到了几次高调的广告赞助 她还在几家新闻机构宣传自己是国际收养的倡导者 这件事在美国社交媒体上 引发关于儿童权利的激烈辩论 公众强烈抗议这对夫妇 将自己与孩子的生活细节公之于众 利用其牟利后却抛弃养子的做法 2016年7月 这对情侣发布了一段名为 重大宣布的视频 在视频中 他们宣布打算收养一名来自中国的小男孩 他们还说 一旦领养成功 他们甚至会考虑再领养一个来自 乌干达或埃塞俄比亚的孩子 在2017年的一段得到广告赞助的视频中 米卡表示 她把社交媒体广告收入 用于收养孩子 并在标题中写道 赞助 利润将用于把我们的儿子 从中国带回家 2017年10月 米卡发布了一个名为 哈克斯利的收养视频 视频中包括了男孩哈克斯利 被收养前的视频 以及米卡夫妇前往 中国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视频 哈克斯利当时两岁半 这段视频在米卡的频道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浏览量超过550万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米卡在育儿博客社区的知名度 开始上升 根据Social Blade网站的数据 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 她在YouTube上的粉丝数翻了一番 现在她在Instagram上有超过1.6万名粉丝 她更新的一些育儿的视频 由Draft等公司赞助 她与Glossier Good American Fabletics和Ibata等多个品牌合作 米卡还开始为育儿博客和杂志撰写文章 讲述她收养一个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经历 在接受Momscom网站的另一次采访中 米卡还谈到了收养她所面临的挑战 但她坚称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2019年9月 米卡发布了她关于育儿进展的最后更新 她宣布自从Huxley被诊断为自闭症后 她一直在接受治疗 她做得很好 我很高兴看到 她在被收养后的第三年 取得了巨大进步 她说 他们用了27个视频 完整记录了 收养中国小男孩Huxley的过程 还以孩子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募捐 米卡在视频中称 最终收到1900美元捐款 而且 相关的领养视频点击量高达500多万 米卡的频道也 涨粉 至70多万 随后她们接下了很多广告 有生活的 也有关于孩子的商品 总之在网络时代流量变现 代表着无穷无尽的商业价值 并且有很长远的前景 而米卡在视频内表示 这些广告收入会全部用在 抚养收养来的孩子上 这一番言论 让很多粉丝更加感动 和钦佩他们的行为了 他们吸引了广告商 赚了不少钱 于2018年搬到哥伦布 是一个高档社区 开的车也从丰田变成了路虎和奔驰 甚至还在标题内表明 利润将用作把 我们的儿子从中国带到家里来 粉丝健壮更加努力支持他们 却不知这是他们疯狂吸血的计划而已 之后会靠着领养中国残疾男孩 收获更多金钱 从这个时候开始 夫妻俩就发现了 Huxley身上隐形的商业价值 知道网友喜欢看 他们也特意开始为孩子拍摄各种视频 慢慢的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育儿博主中成为最知名的地步 2018年12月 米卡宣布再次怀孕 这是他的第四个亲生孩子 如果算上Huxley 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 没多久 米卡告诉 粉丝 Huxley诊断出自闭症 而且智力低下 之后 Huxley的视频越来越少 2018年5月 有人在Instagram上开了账号 Justice for Huxley 发帖追问Huxley的下落 并打上了 Justice for Huxley的标签 5月底 米卡夫妇发布视频 声泪俱下地表示 Huxley会对其他孩子造成伤害 他们只好为Huxley找了个新家 新妈妈有专业医学背景 可以很好地照顾她 Huxley现在非常开心 卡的 好妈妈 人设就此彻底崩塌 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气氧 利用Huxley博取同情和好感 然后牟利 米卡想要以育儿博主的形象 东山再起 恐怕很难了 善恶中有报 不义之才误取之 虽然金钱的诱惑很大 但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还是要有一个衡量 不能为了金钱丢失自己的道德 勿忘心安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